长延到7月流火 但如今天气依旧很热 不只人扛不住 对于游戏本来说压力也很大 就比如我表弟 大一新生 宿舍又没空调 在宿舍用游戏本打游戏 很快就人机双红温 于是他买了一台压缝式散热器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去年我们做笔记本散热器横屏的时候 这种一听就很凉快的声音 还是让人很难忘的吧 现在时隔一年 新的压缝式散热器有进步了吗 吵闹的问题有没有改观呢 带着这样的问题 我们把他的这台飞式散热器借了过来 把玩了一下 第一印象挺好 整机浅灰色调 相比竞品外貌 身材更为苗条 支架三档可调 脚架外拉上撩 兼容大个儿电脑 黑色裙带飘摇 开机按钮藏招 继续点按则切换档位 不同的档位也会通过机器侧边的灯效反映出来 整机的观感还算不错 拿掉防尘泡沫之后 就能看到蓝色的出风口和品牌logo了 只看外观的话 这台飞制BS1你能打几分呢 这里我们简单复习一下压风散热器 它的原理很简单 风从尾部的进风口进来 往上吹出 在一圈泡沫密封的帮助下面 狠狠地灌入游戏本的体内 增加空气流通来提高游戏本的散热 那如果你是进风瓶颈的游戏本 那恭喜你 这种散热器用起来效果会更好 我们强调了两次游戏本 主要是因为通常游戏本才会面对比较大的散热压力 如果你是轻薄半弓本 那大概率难以匹配它的泡沫尺寸 说实话我对飞制的印象主要来自于它们的手柄 就比如冰原狼 我似几乎人手一个 打开飞制空间站 更加加强了我这种印象 上面大片的手柄眼花缭乱 下面的散热器则略显孤单 蓝牙连接之后 能调节灯的模式 颜色 亮度 散热也多了一条 智能变频可学 它会根据左边的设备温度 来智能调节风扇转速 算是一个对懒人贴心 对耳朵友好的榜位 这个设备温度给的比较模糊 看起来是比较接近Hardware Info64里面的CPU温度 不能自定义温度转速和曲线 有些可惜 希望后续能够通过OTA升级来改进 那这台BS1的散热表现到底如何呢 让我们来实测一下吧 总共三台机器配置如下 一台散热比较好的联想拯救者Y9000P2024 一台便宜一些 散热也很好的机械革命钥匙16Pro 最后一台则是散热差一些的神舟Z8D6 不算智能变频的话 BS1一共有四档可调 除了平放 我们还吃巨子搞来了好评如潮的盖歌作为对比 测试结果如下 可以看到 前两台机器在功耗不变的情况下 CPU和GPU的温度 会随着档位的提升有着比较明显的下降 神舟则是在降温的同时 GPU功耗有相应的提升 屏盖的降温效果则根据机器的不同 介于平放和二档之间 噪音方面让我一些小惊喜 BS1就算是拉满四档 音量也算是比较克制的 散热最好的机械革命钥匙16 Pro 三档BS1和屏盖的电起噪音相差不大 也就是说在没有变炒的情况下 使CPU温度低了5度 GPU温度低了2.3度 散热较好的联想拯救者Y9000P2024 四档BS1和屏盖电起噪音相差不大 但是CPU温度低了足足15度 GPU也低了13度 最后是散热相对较差的神舟Z8D6 同样是四档BS1和屏盖电起噪音相近 CPU低了10度 GPU只低了2.4度 但是功耗高了13W 看起来飞至BS1压风式散热器 确实在噪音上下了功夫 不同的机器情况还不一样 对应的表现也不一样 具体机器具体分析 本次测试结果只对应我手里的三台机器 但有一点我得先告诉你 无论是屏盖电起还是使用BS1之后 这次的三台机器 CPU和GPU的温度虽然降下来了 但是键盘温度会有所上升 这可能是因为当机器核心温度降低之后 机身风扇转速也会降低 这也能解释整体噪音的优化情况 所以如果你恰好是用了这三台机器 又想用屏盖或者BS1 那我会更推荐你外接键盘使用 压方式主动散热器 进风会先被散热器的防尘网过滤一次 然后问题就来了 BS1的进风口这边 导流兆颗机器是一体的 想要清理防尘网就……没那么优雅 那如果我们拆开清理呢 机器背面只有4颗螺丝 但是泡沫垫下面还藏了20颗螺丝 而泡沫是大力粘合在机器上的 拆下来就很难复原了 所以如果想清理防尘网 那拆机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建议买了同款的同学不要模仿 机器内部的结构比较一目了然 风扇 风道 电路 一一可数 防尘泡沫的另一面是白色 和我们机器现在的状况也比较般配 我就这么还给表弟 他应该也不会发现吧 所以你们是出于什么考量 用了这种不可拆卸的设计呢 在产品的市场预言阶段呢 我们发现市面上的压风散热器 大多采用海绵防尘网 而这种防尘网无法清理 一般隔一段时间就要花钱再去换一张 为了解决这一痛点 我们也选择了可重复清理循环使用的 迪轮防尘网 只需要使用小刷子清理附着的灰尘 无需频繁的更换 因此我们最初也没有考虑到设计拆卸结构 后面我们也意识到尽管迪轮防尘网无需更换 但设计成可拆卸式能更方便点 这个点确实有一些用户会吐槽 我们也虚心接受并感谢玩家的宝贵建议 我们会在后续的产品中进一步优化 争取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这位是皇宫非智的联合创始人兼产品总监 大家好 既然是你说后续会优化 那我们就先信了 但是机会难得我也没有那么容易放过你 我们还在网上搜索了一些 关于BS1和非智的一些问题 那这次就把你邀请过来就是为了拷打一下您 好的 没问题 好 那我们就先来 那第一个问题 有用户反馈说 BS1首批订单低档位下有轴躁异响 这个问题是什么情况呢 这个问题主要是我们在物流环节的管控输入导致的 最初京东物流发货的时候 没有为产品配备额外的物流箱 在这个运输的过程中 可能会导致风扇轴层的受损造成了这个异响 发现问题后我们也第一时间与京东沟通 为非智的BS1散热器增加了单独的物流箱包裹 同时我们也优化了自身的包装 增加了更多的珍珠棉以强化抗震结构性能 那对于所有遇到轴躁问题的用户呢 我们无论购买时间的长短都提供了免费的换新服务 那在这里我们也再次首批支持非智BS1的用户表示 诚挚的歉意 感谢你们的理解和支持 我们将持续优化产品性能和服务质量 为玩家带来更完美的实用体验 好的 那相比市面上的同类竞品 咱们BS1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这个点我们不仅关注产品的散热性能 更注重玩家的综合产品使用体验 市面上同类的产品 其实大多数通过简单的拉高转速 来提升纸面性能 但这同时也产生了极大的噪音 影响了实际的游戏体验 那我们非智的BS1呢 从噪音控制入手 采用了创新的双重降噪结构设计 我们在底部的消音泡桶 延长了声音的传播路径 大幅度降低了噪音能量 我们内部的这个整流格山分道呢 则滤出了刺耳的高频消叫 让散热器的运行声听感更加舒适 能够在强效降温的同时呢 大幅降低噪音 给玩家带来的负面游戏体验 那么此外我们还研发了 独有的智能变频模式 可以根据当前的使用场景的功耗需求 自动切换分数档位 无论是看剧 挂机 还是游戏 玩家都无需手动调节 更加的智能 省心省力 得益于优秀的综合体验表现 飞制BS1上市后 不久就迅速登上了电商热销榜首 这么厉害啊 是 好 那第三个问题啊 那手柄其实是飞制的主业嘛 对 那费这么大劲 搞了一个笔记本散热器 会不会有些不务正业 说到这呢 就是我们相信玩家在哪里 飞制就在哪里 从我们入局手机散热器之后呢 就有越来越多的飞制用户呼吁我们去打造这么一台笔记本散热器 大家有需求我们也就做了 这台BS1呢 是我们和内侧玩家共同打磨的第一款产品 也许它还没有达到非常优秀的水平 但我们会同玩家一起努力 逐步的把它变成一款六边形战士 那提到手柄啊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联名啊 包括咱们的BS1其实也有EVA的联名嘛 那有人觉得说单纯是为了加价收割粉丝而联名的 那你们是怎么看待联名这件事 在我们看来啊 联名是一种理念的碰撞与融合 是品牌个性的真实表达 每一次联名合作呢 我们都会精挑细选 那些与飞制品牌理念契合的IP 比如我们曾经与中国航天文创联名 因为我们非常认同他们勇于探索 敢于创新的精神 我们也曾与海贼王联名 因为我们呢 向往动漫中伙伴并肩 勇敢探险 追求自由的价值观 对飞制而言呢 每一次联名都是一次与玩家真诚对话的机会 通过与这些深受喜爱的IP跨界合作 我们希望能够向玩家传递飞制的品牌真实鲜明的个性和内涵 我突然想起来啊 咱们在这个玩黑神话悟空这个现场试玩的时候 我发现现场用的也是咱们的飞制的手边 我想问一下 咱们有没有考虑跟这个黑神话悟空进行一个联名合作 黑神话悟空呢 确实是近年来玩家非常关注的一款优秀的游戏 那我们公司也都是游戏的爱好者 平时讨论的也非常多 这次也非常荣幸的能够成为黑神话线下的试玩用机 为国产游戏的发展填装加瓦 那后续如果有正式的联名合作消息呢 我们一定会第一时间透露给大家的 好的那我非常期待啊 那么从这个手柄到散热器啊 咱们飞制还想做什么呢 对外设生态圈全覆盖吗 现在的外设生态圈里面呢 普遍的都在选参数 那大部分都是通过整合供应商资源 拼装产品追求极致的性价比 很少有厂商愿意花时间和精力 去做真正的研发创新 去打磨那些对用户有价值的产品 而对于飞制来说呢 参数内卷成就不了世界品牌 我们会持续坚持以用户体验为中心的产品理念 和技术创新模式去拓展 更多的像键盘鼠标这样的外设产品 为玩家打造更懂他们 更能提升他们体验的产品 那在过去的电商618里面呢 我们的手柄手机散热器 笔记本散热器三大产品线都热销爸爸 展望未来呢 我们不仅希望成为中国第一的游戏外设品牌 更想在全球范围内树立标杆 从卷参数的中国制造 变成研究技术创新力的中国制造 我好像看到了皇宫在发光啊 好吧 那这次我们把皇宫也请过来了 聊了这么多 让我们也看到了飞制对于产品的负责 对于消费者的诚意 还有对未来的信心 谢谢皇宫接受我们的这次考打 也希望飞制能够如愿一尝做出越来越好的产品 来利好我们消费者 好的好的 谢谢大家 笔记本散热主要还是看产品本身的实力 但好的散热器也有锦上添花的效果 这次我们进来的这款飞制BS1 全能的散热和降噪 算是有自己思考的产品 非高压使用环境的朋友们 感兴趣的话可以试一下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话不妨来个查案点赞 一键三铃支持一下我们 如果你想每天都会一起互动 可以关注一下笔画评测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交流卖本身的报纸电脑小白 这是笔画评测室 我是猪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